大家好,我是Stan 在出道前引起霸凌、不雅对话等争议的 虽然当时所属公司有回应是恶意抹黑 但是在出道发表会上 卡兰没有明确地回答记者的问题 导致霸凌风波一直都没有平息下来 而在5月15号 因为网友在韩国论坛上传了一张 这是在学校发生暴力事件的话 学校为了判断处置加害学生而召开的委员会 而这通知书上面写着 因为名字一样 而且2018年也刚好符合卡兰就读中学一年级的时候 甚至也有网友上传了学校修炼会的照片后 证明卡兰确实是当时仅仅中学一年三班的学生 所以就再度掀起了热烈讨论 对就是对,不是就是不是 说这个有这么难吗 真的搞不懂所属公司在做什么 一开始就算有点损失也该排除了 这文件下半部分也要公开吧 也没有学校印章 然后现在谁都可以用Word做这个文件 造假也太多了 所以还是先中立等待结果吧 如果这个是造假 就是伪造公文罪 还不会马上提告的 不管怎么样 新闻都报道了这件事 如果是造假 还不应该会马上发表历程的 然后在今天中午 搜索美景对媒体表示 公司还是维持之前的历程文 目前已经进行了法律对应 详细的情况会以法律程序来解开的 之前的历程文是这样的 最近提出的疑惑 是该成员在中学时期与朋友们发生的问题 巧妙的剪辑后 故意抹黑该成员的事项 跟部分主张的不一样 透过第三者确认 该成员在校期间是校园霸凌的受害者 对于即将准备出道的未成年成员的人身攻击等 会采取法律制裁的 只要回应是伪造公文 都是造假的 没有召开过霸凌委员会就结束了 都不说的话不就是事实吗 无法说不是 只能用法律威胁来封口 对未成年人到底是想要怎样法律诉讼呢 所属公司这样子的对应 粉丝们跟其他成员们都太可怜了 怕的朋友们都是高中生 要准备上大学 大企业说要法律对应的话 应该都会萎缩的 对于Source Music的回应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让人心碎的大丘地下铁事件女儿录音 韩国大丘地下铁惨事 应该已经有很多人通过各种影片了解过这个事件了 2003年2月18号 在韩国大丘的地下铁发生了一起纵火案件 当时因为地下铁的工作人员们处理不当 导致192名乘客遇难 147人受伤 伤亡非常惨重 而在前几天韩国一个节目上 一位大丘地下铁事件受难者的父亲公开的录音 让所有网友们都流泪了 这位父亲为了在女儿结婚的时候 送给她一份独特的礼物 所以从女儿出生的那一天开始 连续25年 每天每天都录下了女儿的生意 想要给她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珍贵礼物 所以每天都坚持录音 但是女儿因为事故就这样走了 所以这份礼物再也送不出去了 要开心的听录音的女儿已经不见了 只剩下我自己了 然后女儿最后的录音是 事故16天前的录音 在一个星期间中 跟我们的母亲产生的女儿 对 女儿大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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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不要再有这种人灾发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希望我们的观众 感谢观众